86. 星島日報 吞鬧魚熔焗牛有果 2015年7月18日專欄 E06男主角黃永次有一位澳洲讀者來信, 說我很少在這個專欄內教大家做西餐, 希望我能夠在這個專欄內多提供西菜做法, 讓他們做及當地的外國朋友品嘗。 其實我始終處出身,對西菜所知有限, 但每次我品嘗到一些美味的西餐菜式, 都不忘向餐廳的廚師請教如何烹調。 最近我品嘗過一道吞來魚熔焗牛有果, 味道非常不錯, 所以今天我想教大家做這個菜式, 要做這個菜式, 首先要挑選一個成熟程度剛好的牛有果, 很多人都會用手搓油一下牛有果, 以是否原生來確定它的成熟程度, 其實這個做法並非一定準確, 最好的方法是將牛有果的果底去除, 看看去了果底部位的顏色, 若出現清色,就是代表未熟透, 而出現烏黑色就是過熟, 而且切開後肉心會有一點變色, 最好選黃色的, 這代表成熟程度剛剛好, 挑選適合的牛油果後, 將它一分為二, 用湯匙滑去果滑, 處理好牛油果後, 將罐張吞拿魚肉倒在碗中, 加入少許橄欖油及鹽, 再加入少許芝士碎, 將所有材料攪拌均勻, 用湯匙及手將這些攪拌好的吞拿魚搓成一個個小球, 放在滑好了的牛油果上, 撒上少許鹽花, 再在上面抱上一片芝士, 放入焗爐焗制兩分鐘, 就可以拿出來食用。